哈喽 各位朋友 歡迎回到台灣家瑩在德國 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一個 我覺得非常棒的 Google版的TrackGPT 它叫Gemini 相信大家用TrackGPT應該都用得很順 因為我就是雙子座的 所以聽到這個名字就覺得超級興奮 因為它就叫Gemini 就是我們雙子座 它的功能非常的強大 你們常常問我的 比如說要在德國旅遊一個禮拜 或是要來漢堡旅遊 要去哪些地方 要吃什麼東西 它可以五秒鐘給你非常完整的答案 而且還有網站 還有圖片 還有照片 還有連結 對 所以有了它 你就不用問我了 好 我們來看一下怎麼操作 就進到那個 DeepMind 點Google的這個網站 一進去就是 Welcome to the Gemini era 然後你就點 Check with the Gemini 就像TrackGPT這樣子 那哪有問題 對 因為我們已經登記了 如果你還沒有登記的話 你用Google account 基本上可以登記 可是我有聽說 有的人還不能登記 那原因我也不知道 嗯 所以如果你還不能登記 可能要等一等 要一個Google account 那你的Google account 是不是有綁定信用卡 或是付款方式 這也有可能是一個原因 對 我不是很清楚 那如果不能登記 可以上來討論一下為什麼 OK 對 我們已經試過了 我覺得它功能真的太強大了 非常強大 也很Amazing的功能 就是說 在這裡輸入你的問題 對 請幫我安排 一個 三天兩夜的行程旅行到漢堡 然後它第一天第二天什麼的都有 對 第一天第二天 然後去哪裡 然後去哪裡 對 它都會跟你講 SENPAOLY 第三 第二天 晚上 EFLAMONI 上午 中午 下午 FISHMA 去哪裡 它都會跟你講 然後重點是呢 它還有附連結 對 你就可以馬上 一點進去 你就知道它介紹你的字去哪裡 我們現在來TEST 如果要去台北 請幫我安排一個去台北三天兩夜美食文化之旅的行程 第一天去故宮 晚上去自停泰國 去中正紀念堂 然後去龍塞寺 然後去老二見夜市 停泰國 國立台灣博物館 然後士林館底 去陽明山國家公園去九份 然後去淡水 北投溫泉 真的很豐富耶 對啊 華山文創 他還給你一些tips 他還給你一些tips 渡航豆漿 這些是你們的口袋名單嗎 你可以跟他講說 請幫我翻譯成德文 或幫我翻譯成各種語言 我們可以先試一下英文 請幫我把形成翻譯成英文 這就是 英文版 對 如果你有外國朋友 看他是哪一國人 你就可以把它翻譯成那一國的語言 單子裡面什麼什麼都有 東西真的蠻多的 對啊 超實用的 可以問各種問題 重點是 問對問題 他就會給你很好的答案 他有一個非常強大的功能 就是照片辨識 就如果說你有一個東西 隨便拿一個啦 比如說這個好了 比如說我現在拿一個東西 我不曉得這是什麼東西 然後我就用手機照這個東西的照片 然後輸入進去 問他這是什麼 他就會告訴你 我們來試一下 那你就可以吧 我們剛剛拍了這個花的照片 把它Upload進去 然後你可以問一下說 請問這張照片裡面是什麼花 他還要想一下 他還要想一下 喔 他是說這個是玫瑰花 然後玫瑰花是什麼類的 跟你講 跟你上一看 我要Stop那個貓貓貓 還蠻厲害的耶 他會跟你講很多東西 是一些你真的看不懂的東西 然後他會跟你講 大玫瑰花花的大鵝燕 微型玫瑰花花的小巧玲瓏 你這個嗎 重點是他還說 圖中的玫瑰花排列成星形 有特殊的意義 可能用來表達愛意或祝福 就是情人節快樂 這會講話 今天是情人節 今天非常謝謝老公的拍攝 告訴我們這麼實用的東西 然後謝謝老公的情人節的話 如果有進一步測試一下 Pro Advanced Version Ultra Version 就是Text to Picture 再跟大家分享 嗯 我覺得ChairGPT其實 已經幫我們的生活 帶來很多的便利 我覺得他最好用的就是寫信 對 當你想要寫信給一個 不管一個機構或是一個人 你只要告訴他兩句話 他就啪 五秒鐘都幫你寫好信 是沒辦法圖文並茫 可是 而且你不管是中文、英文、德文 不管什麼語言的信 就是在今秒鐘 重點是你要有給他很好的提示 或是你可以先用中文 然後就請他再幫忙翻成英文 對啊 所以這個時代 我覺得語言已經不是什麼barrier 已經不是什麼障礙了 就大家不要覺得說 不會英文或是什麼 沒辦法跟外國人溝通 其實有這些工具真的都非常的方便 好謝謝大家的收看 那我們下次見 拜拜 排列成心形 具有特殊的含義 可能是用來表達愛意或祝福 對啊 如果眼鏡不好的年長者 也可以叫他用講的 不用用看的 好 爸爸已經進去睡覺了 非常建議大家在手機上面一定要download TrackGPT 就這兩個 你可以另一個助理或是TrackGPT 好我隨便點一個好了 然後你就可以問他所有的問題 來問他 如何拿到德國籃卡簽證 OK 中規中矩 他沒有講得很詳細 所以呢 一方面TrackGPT 他給你一個很general的idea 但是還是沒有辦法很詳細 所以 訂閱我們頻道還是很有必要的 因為我們可以跟你分享 我在這邊十年的經驗 跟我老公在這邊三十年的真實的生活經驗 但是TrackGPT上面還是有很多錯誤的地方 上次我在台北京學院跟青大的講座 我都把學生的問題輸入TrackGPT 然後他大概有快要到一半都是錯的 所以我們目前還沒有辦法被他取代 我們的認知還是比他更好的 但我不知道說他越來越優化的話 我們也許會被他取代啦 可是目前應該是還沒有 所以大家訂閱我們頻道還是有他的價值的 現在來到BUNNY 今天是情人節 你看這些周邊商品都在特價 這個沒有特價 我覺得這個還蠻好看的耶 杯子的話 這兩個有在特價五塊錢 也還蠻好看的 這個碗也很好看 這個盤子也不錯 還有這個 這個沾板好可愛喔 然後我覺得很不錯的是這一個 2.5 星星 然後有愛心 手煉 可以自己調整 送給大家 謝謝媽媽 因為大家都可以用啦 如果只說送給爸爸 那不就只有爸爸可以用嗎 蠻可愛的耶 愛心的 Heads 的box 送Valentine Star 謝謝我的老公 怎麼那麼好 我們禮拜天才要去吃情人節大餐 因為今天很忙 等一下還要去上舞蹈課 謝謝我的老公應該這樣子拿 這還蠻重的耶 這裡面好重喔 好像有千塊在裡面 謝謝我的老公 這是姊姊拿到的Valentine Star的禮物 還蠻好看的耶 這是她自己畫的耶 然後這是一個熊熊跟花耶 還有巧克力 這是一個 這是一個 Unbox 好啊 姊姊還在感攻她的Valentine Star 好我們可以看一下我們今天得到什麼禮物 這個是 這是爸爸送我的 我好喜歡喔 這很漂亮 然後這是Candle送黃甜品的 這是我送大家的 Candle的 然後Candle的卡片 你本選的Candle 看一下弟弟畫的怎麼樣 然後呢 這邊我要選到一本 你寫得很好耶 都想要寫了 所以我會寫 好 加油 有這麼好看的花 居然才14.99耶 怎麼那麼划算啊 這在哪裡買的 Lidle 因為我們本來就已經有玫瑰花了 他還是要給錢要算是什麼 所以這個 老公說在Lidle買的 我覺得很棒 你的卡片 你都自己做自己畫的 那你猜個一下 Valentine Sta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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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喔 媽媽很喜歡 謝謝弟弟